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然後新保育有很多概念 我們臺灣社會還是非常的陌修 那我要我自己的部分講完了 那我現在講就是 我自己目前在生物章性 大概怎麼樣去規劃 特別是那個什麼 我怎麼樣去規劃一些議題 那這個只是我的歸納方式 它沒有一個 它不是一個標準 所以大家只是參考就好了 就是說我在做生物章性報導的時候 一個部分 我說它是一個報導的領域 所以你對這個領域要有一些判索 判索之後 你可能可以去做一些歸類 然後特別是你覺得這個議題很重要的時候 還是應該要定期的選擇 然後可能去知道它有什麼新的發展 譬如說 白海陀我寫了很多篇 然後想說我下個月就要寫一個 預告週年的那個 就是中央期環境預告週年的報導這樣子 好 我把那個 我是用這樣子規類 就是自然資源 本土議題有自然資源 物童保育 永續利用開發跟民生的這個部分 本來想說民生 十一度行預熱要讓大家分組討論 不可能 可是不要想到時間過得很快 好 在自然資源的部分 我少寫第七個 第七個是保育醫學 我自己是這樣分 就是島嶼生態系 台灣是個很大的島 可是它基本上就是個島嶼生態系 然後就是珊瑚礁保育 為什麼三胡椒保育 常常 call 那個 海岸蓋的那個飯店 都會 會 會被盃牙 是什麼 然後保路區啦 那個生物負草性 經濟評估 然後什麼原住民 傳統知識跟台灣 好 我們來看那個 島嶼生態系 我們 不過這個是私下講 那個 廖老師也在 所以就聽一聽就算了這樣子 就是我自己也有這個體會 就是我們其實是個島嶼 可是我們很多學者是來自跟美國學 那美國是個大陸系 它是個大陸 它不是像我們是島嶼 都是跟中國學 那所以有時候他們 有時候有一些意見 我們就覺得說好像有一點怪怪的這樣子 好像不太能夠跟我們的生態協向 好 珊瑚礁保育的部分 珊瑚礁保育的部分 其實我寫的不是很多 不過我最近寫的一篇報導裡頭 就有提到為什麼我們那個珊瑚礁 全世界都要保護珊瑚礁 那台灣保護珊瑚礁最大的困境就是說 它們是長在岸邊 那所以就是說離我們人類活動很近 幾乎你該飯店什麼的都會變得很危險這樣子 好 保護區的部分 我就想要講很多 我覺得台灣的保護區有一點的發展 有點奇怪這樣子 目前我們台灣的那個保護區是 賬面上是說佔國土的20% 那全世界的目標是在2020年希望達到17% 所以你會覺得說台灣很厲害 已經超越了對不對 可是大家要知道好像台灣的面積有60%是生林 蛤 生林的面積是60% 你記得是這樣子 你有沒有很清楚 所以台灣的森林本來它的面積佔的就是非常的大 那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我們跟國際定的67%的目標 不一定是 我們看起來好像比較多 可是事實上那不表示說 我們該保護的都保護下來 因為我們在人口太多了 好 但保護區的部分 我是最近做一些採訪 我就覺得越來越覺得疑惑 其實保護區的目的本來就是希望能夠 保護棲地嘛 保護這個生物多樣性嘛 可是我們的野生動物是要進行環境裡頭 野生動物保育法裡頭 沒有生物多樣性這個字 你們知道這件事嗎 我也是去Google才知道 沒有 國家公園法有 可是那個失地法也有 可是野生動物保育法沒有出現生物多樣性 所以你看最近啊 我最近寫那個美濃國家自然公園 像這種議題 當然是因為他們有一個會議 然後我就參與 然後就寫報導 那像為什麼成立國家自然公園 居民會這麼反抗 而且我所認識的這些居民 他們並不是反對保育 他們反對的是草地皮 所以這個部分 都會讓他覺得很大悶 然後再來是 就是 最近我也去參加那個 就是 林俗芬委員他希望 就是 希望說能夠化那個 食物的野生動物周圍清洗環境 那我不知道你們 有沒有看到報導 就是引起當地居民非常大的反彈 像那個三億鄉長就會認為說 化射食物保育是開惡例的 你懂這個有什麼意思嗎 他說 難道呢 這個地方有一個 兵民絕狗的物種 就要把他化保護區嗎 你們覺得他這樣做不到嗎 然後他說 那我把食物掉到別的地方去 那地方也要化嗎 然後呢 他其實最後問的就是說 如果這樣子的話 全台灣還能開發嗎 開發不一定是不好的嗎 但是我覺得是 像開發這個部分真的是 Case by case 就是要看每個情況 然後像那個 他們到通宵去的時候 也是一樣 他們甚至就威脅說 如果你們硬要化的話 我們就會把食物怎麼樣 全部殺光 不過保護區而已 這麼嚴重嗎 所以就你誰怕保護區這樣子 好 這是哪個國家公安 你們知道嗎 其實這樣也不對啊 這是國家自然公安 這是受傷國家自然公安 保護區嘛 好 就是放這一張 然後他們保護的標的就是 文化 文化景觀的部分 這個是 東門舊城 好 欸保護區為什麼這樣都講完 然後再來就是 有關那個經濟評估的部分 我最近 這個部分 我覺得需要提的就是說 我們常常都忽略 我們只看到價格 就常忽略到價值 那這個意思就是 他們透過那個 發展一些指標 然後去換算 把這些價值換算成貨幣 那這個 這樣子的過程 是不是讓民眾 比較清楚知道說 這個所謂的生態系服務 它究竟 它的價值是什麼 就是那個語言就會比較不透 所以這個部分是假設 我想問一下 這種評估價值的這種模式 這個是他們想出來的 還是國際公認這樣是OK的 我覺得 我本身是覺得 我是不太接受這種 這種模式 我不太 我反正不太能理解到這樣子 就是TIP它有 它有把那個生態性服務功能 分成四個大項 然後其中有十七個小項 那那個就是指標 所謂的指標 然後呢學者就透過這些指標 去把它換算成事業上這些東西 這個就是用民眾願意 每年花多少錢來提供 不過每個 它是這種 這不只是在這邊聽到 我已經聽到四五次了 可是我就學到 現在大家都用這一招 可是我完全不能理解說 這一招真的會算是他強 民眾理解的這個層次 大部分是非常低的 那怎麼以他們的意見 來當作駕駛的 因為報導是一個 有經過剪輯 那其實齁 這個部分他們有完整的 他們是有一個很完整的研究報告 所以是有 是國際上 等於說有一套這種 這個齁 像這個 我舉兩個例子 這個是森林的 另外一個是 水梯林的 這兩個都是經濟學者 他們都是經濟學者 然後他們提出的這個方法 都是經濟學的方法 對 因為我不在講報導是經過剪輯的 所以就是說 沒有那麼完整的去描述 他的那些方法 或是他的問卷是怎麼問的 然後是用清法還是怎麼樣 這個我沒有寫得很清楚 但是這個部分應該是可以被接收 因為他們是用經濟學 他是有把這個方法說出來的 對 我只能這樣簡單的解釋 那這個計劃還在持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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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方法有那個名稱 我也是想找出他的法 你回去看我的那個 你有介紹過 可能回去看我的報導 可能也沒有寫 趁機要那個增加點閱率 好好好 有一個是那個 可以想那個是趙家瑋博士 Google那個趙家瑋博士 那他其實在台 那個不要講什麼國際認證 其實 不是就公認證的方法 是 他那個趙家瑋博士 他就是專門就是會把這些價值 他把量化說 他會產生多少的金額 這好像就是他 台灣好像就是他弄出來 沒有沒有沒有 我今天這兩個都不同的學者 這個 這個 很多人是用他的方法來 這個名字我不是聽過 他這個師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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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換算成多少貨幣 那個他的確 因為他 他這個博士 就是靠這個 兩大學路 所以你可以去補充這樣 我聽那個就是 邱明遠就是用他這個來講 邱明遠哪 講師弟的啊 念大哥的問題就是說 人家這樣說的時候 我們到底要怎麼踩性 我們 我們為什麼要相信這種說法 就把它寫出來 把它報告出來 這樣 可以這麼講嗎 你相信嗎 我想寫這種 我寫不下去 因為我自己不相信 所以我想去找出他是不是 因為我也不是 如果是他自己搞出來的這一套 那我就更加可信度 我會大部分把它打自己 這個是他的一個研究報告裡頭的 那裡面有提到 他有把那個方法都 他都有說 對 但是對啊 其實 其實我大約看了一下他的方法 就是我沒有辦法認同這樣的方法 是合理的 所以我覺得很奇怪 你會分享的交叉 就是對於資料來源 有疑問的時候 真的就不相信的時候 是有一些別的方式去驗證 你寫出來的東西 對於 其實我聽邱明遠在講這一段的時候 他也是笑笑的講 因為我覺得他有不好當一回事 因為很難覺得說那是很合理 這個齁 這一天是參加一個研討會的時候寫出來的 那研討會的時候 其實就有很多學者 在對這個部分有提一些問題 那因為我 我的重點是在講說 TIP這件事是怎麼一回事 他是把那個價值換算的價格 所以我只有拿出這一段 所以你沒有算他的總價 為什麼 你看他最後是這種形成總價 這個是每個人嘛 他是從每個人願意發這個平均這個 然後乘上了他的什麼人數還是什麼樣 最後會產生一個這個 他當時講那個師弟的首價值 那要點進去看看 就好像我記得 就好像上百億還是多少 其實那個研討會覺得建議一種 就是說 像我們在報導的時候 還是會常常遇到這種 你的受討的對象 或是當事人講的話 你不一定會完全來講 有的是你自己的知識背景 或是你的常識 或是你的第六感這些 那其實這時候其實沒有別的方法 就是再去 去找嘛 找出他的那個來源嘛 去找 找的時候有什麼 有一些 就是用常識判斷 就是比如說 小媽他講過 在他自己看報告 知道在這個議題 在這個問題上 還有一些什麼樣的學者在做 他可以去請教別人來交叉驗證 那或者是說 你本身 直接去找更原始的資料 就是說 你看到他那個研究報告 你看到這種說法 那他的說法是根據初次那個報告 就跟學者 問問問問問 有沒有完整的報告給你看 你看他研究方法 那個研究人數 這樣子 再去判斷 那終歸呢 最後信與不信 你還是在你自己 但是 經過這個過程 你信或不信 又更有益去 那你的讀者也會 因為你有這樣子 採證 驗證的過程 會更相信 但其實像研究報告來講 數學術研究的 那個同學可能都比較清楚 可是其實都會 有發表過的東西 都是有經過一些同才審查的過程 基本上 就是 他本身已經在學術領域裡面 有一點分量資 對 應該是說 都有經過那個 就是審查 也就是說分量 對 可以請那個 廖老師 我可以跟他分享一下 其實這裡面 我們知道 他這個 300元到1500 300元到1900元 他的這個資料 在引用的時候 他是用的是第一種資料 是第二種資料 那我們 有時候我們在 看到這個 去期來源的時候 我們可以直接的引用 其實我們引用的是第二種資料 那別人在用我們的文章的時候 那就是第三種之後了 那 其實我們要 很重要一件事情就是 查證來說 我們如果有機會的話 當然是可以去看第一種資料 說 原來的出復 他到底怎麼描述的 他可能跟那個設計的方法 是有關係的 他可是一種條件 這種條件之下 他會得到這樣的結論 那 在不同的條件 他可能會得到不同的結論 好 那而且 其實即使我們這種 學術發表 同才的审查 其實不同的觀點 他可能 互相會會衝突的 所以 很重要一件事情就是 你要找到原始的出處 這很重要 再第二個就是 你要做到一個平衡 不同觀點的一個平衡 是 這是我跟大家分享的 所以像有時候 同事啊 我就想想啊 寫報導裡面 或是 他的主角就是 關於那份報告 都會問說 是不是可以 做連結 這報告是放開的 能不能去料得到 做連結 那有興趣 像彥大哥這樣 想要確認的 他就有一個很方便 所以我們相信 理心就是說 我們自己 有這種原始材料 盡量的也 幫讀者 早期做商務 讓大家在質疑 或是在討論的時候 有一個更原始的因素 可以用這樣的方式來處 不一定有 最終的 正確或不正確的答案 但是 它是一個提供 討論的一個材料 那你們願意 一年衛生年付出多少 哈哈 這個沒有經過 那個 情緒現金的文件 是比較難 我又沒有要做研究 我只是一個很主觀的調查而已 好 欸 因為我把那個 我把那個議題很快的講完 因為我剩下不到十分鐘的時間 水梯田也是 這個裡面也有講 它的使用的方法是什麼 這也是在一個研討會裡頭 提的 然後他就拿出總項 好 為什麼要講那個 其實生物重要性裡頭 也有假原住民的傳統知識 台灣最 我打這個講完就好 最明顯的例子就是 犯台灣族 我這樣說我錯 就是台灣盧凱族 他們這個 他們那個什麼 階級的這個 傳統階級的這種瓦解 影響到的就是 熊鷹的暴力 比如說熊鷹呢 他們是不能 熊鷹雲暴黑熊 他們是不准 不准獵捕的 可是都是不小心的時候 間接傷害所造成的 那一旦發現這些物種 被誤捕的或誤殺的時候 這個毛燒 這個毛要送給頭目的 燒送給頭目的 不是隨便人可以帶的 然後他們覺得這個是 一件很倒楣的事情 還要用一些儀式來去掉說 你不小心誤捕了 這個熊鷹或是雲暴的 研討會有時候在講說 然後 但是呢 因為 所以對他們來講 帶那個熊鷹的羽毛 是表示力很了不起的 可是呢 隨著這個階級的瓦解 那變成是說 我只要有錢 我就可以請人家去抓 那抓了 我就買那個羽毛 我就可以來帶 那就變成是一種 你進十二五杯嗎 對 所以熊鷹呢 就會有那隻羽毛 我問過啦 就是說通常都不會活 這樣子 他們因為那個羽毛 好像都是 就是會殺死這樣子 因為 對 我不知道為什麼會是這樣 所以 這個就是一個非常的典型的例子 那其實 社會通常性是很關注 這個原住民傳統知識的 那特別是他們 台灣的原住民部落大部分都是 就是 就有點可惜 但是日治時代好像就是 瓦解之後 都沒有機會再重建 那意思就是說 像 我讀過那個生物多樣性公約裡頭 他就有提到說 政府應該對於一些 願意回帶原部落 用傳統的生活 用傳統的方式生活的這些部落 應該提供他們需要的資源 鼓勵他們 因為他們的這種傳統生態 傳統知識是對生態最好的 好 我這裡面就有提到 就是幾個 排灣或魯凱的 他們去提到他們過去的這個部分 那其實這個都是 都是一個非常 就是非常典型的例子這樣 就講到這個傳統化 海岸可以私有化嗎 最近有寫那個蜜月灣 那個亮亭市美麗灣的20倍 但是他們那個是私有土地 只是我們要去問說 這個海岸真的可以私有化嗎 到這種程度嗎 我們快來把它帶過去 你看 音樂圓很美齁 母子也很美 可是全部都要那個被 建築量體填滿這樣 好 保育醫學的部分 最近齁 我要提這個部分 後來我才想到把它補上去 因為我覺得那個保育學這個部分 對我們台灣大部分人還是很陌生 那因此就防疫上面齁 就人醫歸人醫 人醫齁 那那個動物醫師就歸動物醫師 可是他們之間是沒有互相 那個對談 說一句實話 就講最近 為什麼有一些 那個高頻繫不是很多那個 驗鴨 驗鴨 或是水鴨 不是死掉嗎 七百多隻嗎 那一聽到說不是禽流感 大家就 尋得好像就不重要了 好 這個就是一個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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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怎麼講呢 其實 大家只怕那個禽流感 因為怕禽流感一直一輩子一輩子 到最後變成是 鳥傳給人 就是動物傳給人 其實它會透過普遍動物圖 比如說豬 然後到人身上 這樣子 所以就是說 大家只發現這件事 可是好像 入肚感菌不會隱藏到人 那就沒有關係了 可是其實你要去討論的 我們採訪那個 科生中心的李瑞欣 就是說 激入肚感菌每年都會發生 可是今年特別多 可能是跟乾旱有關係 所以其實這些事件 都在反映我們的環境 發生了什麼事情 好 那講保育醫學 就在講一個地球健康議題 就是說 其實這些 這些疾病是跟整個生態是有關係的 我們不可能 只是單獨的去看 人歸人 什麼 動物歸動物 而且很多的疾病 好像60%到80%都是 這是人數 其實都是人數共同的這樣子 好 那之前呢 這個是在講 這次的情流感 那還有之前的那個什麼 那個叫什麼 狂犬病 其實我們也外 還有很多疾病 可是我們政府都不是很重視 所以我就一直希望可以去敲敲敲敲那個門 希望有一天可以敲開 大家可以重視 然後再來就講到物種保育 物種保育的部分 到達